好感动喔 恒春镇的全连竟然有电 耶稣光吗 唯一的耶稣光吗 看到连锁超市亮着光 屏东恒春居民超感动 像是看到耶稣光拯救全村 3号早上9点全台大停电 南台湾超级惨 从早停到晚 灾难材 哪里有电人潮就在哪 恒春街道两样情 过了一条街整片黑漆漆 店家也只能关店休息 从早上9点大停电 中午部分复电还以为结束了 下午4点又停 整个屏东一片沉寂 终于在晚上接近9点半复电 全民欢呼像是耶稣光 不止屏东台南也很惨 无预警大停电 店员忙着打灯 一对一专门服务 才能找到商品 台南超级惨 9点全台大停电 一小时后开始停水 近4小时 9个行政区没水没电 店家生意没办法做 老百姓正常生活也好难 好不容易复电了又停 民众停得厌世 眼神死 有个停电 已经第三次了 第一个时间的停电户数是 30万2568户 在15点42分的时候 又停电48147户 30多万户没有电 好不容易复电又停了 民众笑说根本被耍了 店家生意没办法做 政府怪保证说好的不缺电 在哪里 记者张春华 赖冠彰 屏東台南报导